嗨,這裡是Dreams Fulmer,我是Miki 經過上一集跟大家分享心目中要進入去一個很棒的公司 我們如何做完整的資訊調查 那把這些調查資訊收集回來之後 這一集就要跟大家分享怎麼樣把它轉換成一些know-how 來去調整Horror它的作品質 OK,Let's go! OK,那基本上看了一下我找到的圖片 稍微分析一下,我發現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那個Thought Process 在一張圖沒有任何文字 我都可以清楚了解說它想要表現的是什麼 OK,那最後我們已經了解了市場的需求 市場的狀況,這個公司的狀態,這個公司的需求 然後我們了解這些藝術家的能力到達什麼地步 那現在我們來回頭看一下Horror的作品質 以及我們要如何給它一些建議跟一些調整 讓它在未來可能在這個道路上會更加順利 第一個狀況來講的話呢就是說 它雖然有寫一個很小的故事 但在整件事情來看 我覺得它要花多一點心思在這個專案的這個layout的設計 如果它是一個logo來講,因為它會貫穿所有的東西 第一個它的力道可能要有用 然後這可能因為是作業所以它會它的名字放進去 但我覺得你可能都要花點心思在設計這件事情上 讓它變得比較重要 然後讓它有可以貫穿整個世界系統的一個特別的核心 這會讓你的整體的作品級的質感大大的提升 那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感覺很快速的有一個黑白的silhouette 然後形體然後就很快的一個很rub的pencil 然後就很快的去做一個render 我自己也認為是可能為了趕作業這是ok 可是你的exploration就是在探討說 這樣子是一個最好的形態跟形式嗎 是不是最好的solution 我覺得其實沒有探討的夠 我的建議是呢 如果這個idea真是好的話呢 這個角色真是有趣的話呢 可能至少畫個三頁四頁 這樣子的密密麻麻的exploration process 然後再去挑選 然後再把它併到一個比較完整的一頁或兩頁 我覺得看起來會是比較豐富 讓我可以了解說 你不是突然想到一個真的很酷 你覺得自己很喜歡 然後呢就把它直接render成一個最後的定案 其實這對你來講的話 他們看到不會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通常在一個團隊的工作狀態裡面 通常要很多次的修改 要很多的意見 通常這一張圖 你要知道它只是一個溝通 可以跟你的團隊 其他人去溝通的一個元素 所以你的exploration沒有夠多的話呢 你很難讓其他人知道說 這就是最好的solution嗎 還是有別的會是更好的 所以我希望你花更多時間在exploration上 而不是只有畫張草圖 然後就直接去render 當然你的rendering本身的技術 需要花時間慢慢進步 但隨著練習隨著時間 這永遠可以進步 對像這樣的exploration 我覺得都需要花多一點時間 好那第二個事情來講的話呢 我們其實在它的官網上 我們有看到說 它有要求你把reference inclusion of reference no studies deferent angle 好啦 這裡面來講 沒有任何的to 告訴你說 你的inspiration 你為什麼畫這個角度 然後為什麼畫這樣子的圖形 這樣的圖案 這樣的pattern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看一下 是說 別人的作品集 比如說這一個章來講 你看一下 它會把每一個它的reference 都放進去 然後呢 同一個角色 它會有第一個版本 第二版本 第三版本 然後為什麼 所以我清楚知道說 它的思考邏輯是怎麼樣 那團隊就可以根據說 這個角色的故事設定 去判斷說 哪一個方向會是比較好 所以你剛剛是你看 這個是一個rendering 所以它看起來是非常漂亮的 但事實上 你要做的事情是 colour exploration 就是顏色上的去探討 然後呢 這很有趣喔 看這邊 他說test done for riot games 所以這都是test 只要測試是說 這個人的能力怎麼樣 他思考邏輯怎麼樣 在Riot的這個小組 是不是覺得 雙方工作起來 應該會是很順 還是會卡卡的 都在這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它的line drawing 然後幫它的武器 也有exploration 然後最後它可能變到 比如說 第一個方向或第二個方向 然後還有turn around 比如說我們這個角色 前面後面 背面 然後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 這種仰角的角度 所以它需要你在創造出角色之後 又能夠把它畫到裡面 好像合進去 好像是一個gameplay 它可以想像說 它要怎麼play這個角色 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讓他們知道說 Oh game development Gameplay這個部分呢 它能夠看這個角色說 我要怎麼樣去program它 或者是做一個animation 動態之類的 非常重要 OK 那所以你看到一個完整的test 像這樣來講 我們來回頭看一下你的作品 當然 It's ok 這個我記得你是大一嘛 你才剛進去 所以 以這樣的作品來講的話 已經蠻好的 你有大把的時間 可以去好好的進步 那你來看這裡面來講的話 第一 我不是很那麼清楚說 那個故事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要寫得更好更完整 通常是有沒有壞人 有沒有好人 然後它的環境是什麼 它的世界是什麼 它的故事是什麼 這個英雄 或是他要經歷什麼什麼東西 會跑到這樣 很簡單的幾句話 可是你已經可以想像出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角色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它怎麼樣是動起來 它怎麼樣子去跟這世界去做互動 所以當你有這個描述 文字的描述之後呢 大家就在看是 這是一個問題 你要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所以當你開始畫一些很好的shape的時候 我就會challenge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這樣畫 這個形體有這麼多碎裂的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或意義 那這三個如果都是同樣的類型的話 你可不可以創造出一個全新不一樣的類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邏輯 那Rendering可以慢慢的再去做個進步 可能花死倍的時間在這上面去刁它 那當然很重要的狀況是 如果你的能力還沒辦法看到說 那個細節你要怎麼把Render出來 那你可以請教老師或其他同伴 或者是學長 請他給一些指教 甚至呢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剛好他也是一個很專業的concept artist 你可以貴求他說 他可不可以在上面做一個paintover 那你就會有你的版本跟他的版本 然後他怎麼樣去把這個提升到非常厲害的層次 那你就可以學到中間的差異點 這也是一個快速能夠提升自己的能力 至少說眼界的一個方法 OK那你有sketch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的sketch呢 這可能是功課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裡面 但我認為你的sketch呢 這邊可能就是要一頁 因為裡面的細節其實都看不到 然後你differentview的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也是要一頁 然後你的rendering的話呢 也可能是要一頁 因為光是這個角色 你建議可能拆成三個版本 然後呢你在遊戲中 它的環境是什麼 你要把它畫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環境裡面 然後把它畫成是 它在gameplay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完整的了解說 OK你的故事是這樣子 因為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想說可能會有1234的方案 可以去解決這個故事裡面的一些情節 然後你再用一些sketch去做一個探索 各種可能性 那最後你覺得是說 那幾個不OK 你覺得這些設計elements會比較強 能夠比較把這個故事襯托出來 OK好你有一個選擇了 那最後呢你選擇哪一個去把它 render出來 讓人家就說 喔哇看起來是一個很棒的角色 或怪獸或什麼的 我很想去玩它 或跟它互動 那接下來呢 你就要把它畫成是說 如果它在一個遊戲裡面的話 實際放大縮小 然後變成gameplay的角度 它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如果它在動的時候 或是在做一個破壞的時候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就會很完整的了解是說 你在解決一個故事中 它變成一路的思考邏輯 然後變成一個可以 好像可以玩的一個角色 那這樣這個邏輯之後我就知道說 OK你是有能力來解決問題的 因為我不是你的畫畫有多厲害 或者是你的 rendering有多厲害 而是你要怎麼溝通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故事 或這一個世界裡面的一些問題 然後你的邏輯很完整的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你需要去努力的一個非常大的方向 那當然技術面的話呢 我可能就是再慢慢的去進步吧 那我會建議說 像你在畫一個這個場景的時候呢 可能要有更清楚的邏輯 就是說 一個角色或一個東西 一個人在這裡面的話 它尺寸是什麼大小 然後它是從哪裡來 它要去哪裡 它會經過哪裡 它可以跟裡面的哪裡做互動 那互動的時候呢 這個環境會產生什麼變化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我理論上我要看一個場景 我就能夠感受說 我可以從裡面得到什麼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些其他東西 可以把它這些都呈現出來 文字畫圖片等等的 然後呢非常非常重要是你的 reference 你一定要有放你的 reference進去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是說 你畫這個東西是為了什麼 例如說你的 inspiration是什麼 比如說以前的電影 什麼 Babylon 5裡面的那一艘船 或 Star Trek 裡面的這艘船 因為這些的設計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派系的脈絡上 那所以當你擺這個圖之後 我會知道說 你萃取裡面的什麼元素出來 去做一個組合跟變化 可是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它變成不是一個特定的風格 你會想說 為什麼特定風格 OK 因為這些是商業的概念設計嘛 所以它會被用到一個什麼地方上 那你會知道說 每個 Studio 他們會有自己的風格嗎 所以如果不知道說 你是從哪裡萃取出來的話 你會產生一個問題 例如說 你畫了這個東西的方式 其實是 Blizzard 的風格 可是你如果要進入 Riot 的風格來講 那你的圖片或你萃取的元素 都是錯誤的話 你創造出來的可能根本就不及格 或不符合他們的視覺需求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很可惜 只差一點是說 因為你沒有把你的 reference 找到對的方向跟對的結構 去做一個組合 你的顏色 exploration需要很多 這個太 rough 然後下面這個部分 你的黑白的 separation 也需要讓它更差異化 白是白 黑是黑 然後前景 中景 後景 要再做一個更大的差異化 然後讓它有一個重點 然後 pencil sketch的話 我覺得這是很 rough 但你不能說它是 final sketch 因為 final sketch就是 clean out 就是你會在 layer 然後每個東西細節都畫出來 會是一個比較 clean的 line artwork 像這樣的版本 它會是比較像是 cleaned out artwork 所以那叫 final sketch 這個呢 全部都是叫做 rough sketch 那如果 rough sketch的話呢 我建議只放一點點出來 不需要放太多 因為這實在太 rough 它其實對你的作品機 本來是有傷害的 然後這個 logo來講 它有點太搶眼了 我建議把它縮到非常小 然後全部都是 你要溝通的是什麼 你要溝通的是你的 sketch exploration 到底是什麼 然後裡面呢 到底有沒有 reference 放進去 放你的 line art OK 我覺得在初期的時候呢 旁邊這些這種光啊 特效光啊 當然你放進去 很快放進去的時候呢 它看起來就很酷很炫 可是它對你溝通你的概念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我倒建議是 你花更多時間上 不要那麼快的 把很酷的光 特效都放進去 反而花更多時間 再把這個的本體 畫得更紮實 然後再去做一些最後的點綴 然後旁邊這些 embellishment 看起來是蠻好的 可是你如果把這些 都是把它拿掉之外 我如果再看 光是你的怪獸的視覺 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OK 所以 Howard 最後給你一個建議就是說 當你的作品集 第一 如果你要很完整的話呢 兩個部分 你需要好好的努力 第一個部分是 你有一個好好的故事 故事結構把它鋪陳出來 讓那個想像力世界是有趣的 接下來呢 你的 exploration 你要先放進去說 你的 research 到底有什麼 它的結構是要很完整的 然後你的 sketch 是 based on 什麼樣的 inspiration 你怎麼樣去萃取裡面的一些 idea 怎麼樣去加以組合 然後你的 mix match 這個 combination exploration 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 然後最後呢 你的 rough sketch 你的 exploration 是什麼 然後你的 line art 就是 final sketch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那開始就是很乾淨 然後開始就是你的 color exploration 也是會有 什麼樣的顏色 會跟沉托這個故事 讓這個英雄或是怪獸的角色 會變得更好 然後再來呢 你要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 game art 的一個狀況 畢竟是一個 video game 你要解決的事情就是 它怎麼變成一個遊戲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 看的時候呢 你會完整知道說 OK game art artist 它可以看到說你的 gameplay的那個狀況 它可以想像 然後呢 3D art的時候呢 可以看你 因為你的 rendering 最後 render到的部分 它可以細節全部都有嘛 它可以想像它怎麼樣做 3D modeling 對不對 然後呢 有一個團隊是做 story line 那 story line 會看說 OK 你的 story 是這樣 我給你也是這樣子 那 你的這個 exploration 有沒有讓 我們這個 story 不會沒有偏掉 它是襯托的呢 是契合的嘛 這樣一個完整叫做 process 這個過程 是讓一個團隊知道說你的腦袋是什麼 所以當你的作品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乘上出去 不管是給任何公司 它可以理解就是說 OK 這個人 我要的是他的 ide exploration呢 很厲害嗎 但他的 final sketch還好呢 還是他final sketch很好 還是他的color很強 還是他的rendering很強 還是 他都差不多 還是他整個processing都很棒 所以在每一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你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都是你可以慢慢的去 盡量的 讓自己成長 然後變得更好的地方 那我相信每個 慢慢的都去變得更好 組合起來的時候 你的作品集的完整度 就會是很棒 你就可以把它申請任何的公司 OK 希望這邊有幫助到你好了 當然 如果你也是其他的概念藝術家 希望看到這支影集 對於有幫助 最後在下面幫我留言 那幫我按個讚 幫我分享 然後 點個那個鈴鐺 幫我做個訂閱吧 謝謝啦 OK See you next time Bye Adios Ciao MING Zither Harp